近日沙特阿拉伯新闻不断 反腐运动持续进行 连王子也难逃厄运 这些动荡的背后有什么秘密 印象中的沙特就是王子多石油多黄金多 那除此之外沙特还有什么 真正的沙特到底是什么样子 随着萨勒曼王储尚未以来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包括多项对女性权益的开放 这是否意味着沙特的妇女监护人制度 正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请收看本期《东边戏篇》 最近从沙特出来的那些新闻非常非常的多了 那么我们看看就是那边的环境都是沸沸扬扬 沙特这么一个地方我们经常想的就是一个 特别的闪亮的一个地方 那么被一场突发的一个反腐的风暴被席卷了 这个情况下很多人就是把目光转向了这么一个地方 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王子呢 你们怎么看这么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呢 沙特这个地方就是出王子的地方 大家的印象 全世界的印象都是这样 满大街都是王子 满大街都是跑车 统计有五千左右的王子 讲为什么有这么多王子 一定要讲他的传奇人物沙特的开国国王 他的名字叫阿布多拉阿奇兹 其实他的国际机场都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这个人一定要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是一个传奇士的人 是一个英雄 真的是一个英雄 沙特这国家是1932年才成立才统一的 就是这个国王从1902年到1932年 打了30年之后 终于把这些沙特这一带的所有的这个部落 把它整合起来了 当年他就是一个酋长的儿子 后来他们这个部落呢 被另外一个部落给灭了 就是把他们赶走了 结果他就逃到科威特 之后呢他长大成人年轻之后 又带了40个勇士 就是孤精深入 把他的这个地盘又给夺回来 为什么有这么多丸子 自然而然就想到他有多少老婆 据说有38个 但不完全统计啊 据说还有一些情人 但是他当时据说这个娶这么多老婆呢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要平衡各个部落 因为这个部落的女儿啊 或联金啊 我们可以建立起一种紧密的关系 最后把这个整个各方势力呢 统一下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 其实在我们说这么多的王子 真正重要的王子 在权力核心的王子 也并不是很多 像伊本沙特他最喜爱的太太 然后生下来了七个儿子 所以你看到这一直以来 都是这七个儿子 苏德里去雄 对 在他们的七个儿子中去继承 当然了他们这个也是从 就是胸中地极 就是按横向的继承制度 是吧 那所以这次的改革 像萨勒曼的改革 也是要打破这种60多年来的传统 是吧 就是从横向的这种继承制度 变为纵向的继承制度 就是父亲残给了儿子 对对对 刚才周老师讲的很对 就是这个阿布图拉阿奇兹 他确实是跟 他其实他为了他们国家政治的稳定 他确实娶了很多酋长的女儿 这时候想到中国历史上一点 王朝金 这就是这个阿拉伯版的南版的王朝金 就是把自己献出来 贡献出来 然后搞政治联姻 自己站出来 冲出来去娶这么多人 也不简单 除了身体也好 还要很大的意志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 就像古代的欧洲一样 只不过不会是一副那么多气 这是不一样的概念 可能是要靠自己的儿子 自己的兄弟姐妹 来建立这个部落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看看就是 虽然我们都看到了沙特 这么一个社会上面的 非常的土豪 非常的有钱 有资源 就掌握了很多了 但是很多人说就是 他的政治的体制 比较像中国2000年前的一个封建制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你们怎么看这么一个评价呢 他现在的状态 他的政治体制就是一个封建的体制 我觉得是比较落后的 他现在这个实习制呢 他是平行的实习制 我们这老师刚才讲的 他是胸功地级 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当时的老国王 起了太多各个部落的公主 来做这个太太 然后就是外戚的血统 他为了不让某一只外戚的血统 一家独大 于是呢就是说 做我实习的时候 王位传给另外一个外戚的血统 这样的话 大家都有机会 大家都有机会 这样不会一家独大 但是造成现在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国王越来越老 他的这个老国王的儿子 继承人啊 他越来越老 就是不等这一代人全部走了之后 他传不到下一代 所以造成一个什么现象 就是现在的国王 这个萨勒曼 他是第25个儿子 他之前的国王是第10个儿子 第10个儿子当了10年的国王之后呢 中间很多王储啊 就走掉了 走到他是第25个 正好这时候他还活着 于是他就上了 现在呢 等他上了之后 最后一个王储是谁 是他第48个儿子 最后一个小儿子 会上来 他把他灭了 就是造成 你刚才讲那个苏德里七雄 其实苏德里是以前老国王 最宠爱的一个妻子 他们这个部落的这个太太 生的七个儿子 在这些王子中是最有实力的 所以 就等于相当于过去中国的这种 正皇期 相皇期 虽然你都是皇室 没错 都是王子 但是你还是有这种 血统上规定的这种不同 所以这个萨勒曼上来之后 连换了两次这个王储 就造成一个什么局势 就是他的政局 整个沙特的政局 有个非常大的变化 他以前这个沙特王室的这种 相当于剧本法样 规矩就是不能一家独大 那现在把 平衡 搞平衡 搞平衡 现在他上来之后 把第48个 第48个王储 第48个儿子 把他的王储废掉之后 现在就是说 他们这个苏德里这个血系 开始一家独大了 然后呢 就把 就是今年6月份 又把上一个 这个纳伊夫的这个 王储废掉之后 就是又打破了 另外一个这个规矩 就是 兄中弟籍 对 斩幼有序 这个规矩又被他打破了 因为现在的这个王储 也叫穆罕迈德 这个穆罕迈德这个王储呢 他呢 之前还有很多 比他长的这些谈兄弟 但是呢 现在就是造成一个什么局势 就是说 这个沙拉曼 打破了这些传统之后 就造成了 以后沙特的王储 很可能就是 赴传子 然后一直留在这个 苏德里这个学系 那把很多的那些 其他的部落 其他的家庭是 巨大可能外来 这个是警察很大的压力 很可能 也带来很大的政治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巨大的转变 对 所以在这个转变 他能不能把这个政治 我还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但是呢 到底是反映于什么 外面的或者是里面的一些因素 导致他要这样做呢 这个沙特呢 你看这么富裕的国家 但是这几年来 他们维持的是赤字财政政策 赤字的财政政策 为什么 说明什么呢 没钱嘛 国家还是没钱 总在养人不在用人是吧 就是说 从过去富裕的生活 土豪式的生活 现在呢 油价一下跌到这么低了 那么 实行的是赤字的财政政策 那么所以说 这个 无论从这个 整个国际的大环境 和从他们国内 你说 当你赴日子过程 穷日 穷一点的日子 那搜索各方面的财政 那你也知道 那个怨言 国内社会的矛盾 就会开始起来 这个 这个普通老百姓 他的这个 紧缩了他们的一些福利 或一些东西 那么你也知道 社会的怨言也会多 也就说明 到了这个时代呢 其实 沙特也是需要 大刀阔斧改革的时代了 就是 你也看到 那萨勒曼他是希望通过改革 他是提出了 他还提出了 2030的这个愿景 希望建 以科技来建一个科技城 等等 要投资多少亿美元 但就总的来说 他是要 希望你引导国家 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对 希望能给国家 还开拓其他的 同时他也成立了 两万亿的这个主权基金 就是在短短的时间内 他上台以后 短短的时间内 就他希望通过一系列改革呢 来转变 因为这个国家到了能源 大家也看到了 未来新能源 已经上来了 已经成为固定之势 而且石油的价格 也未来 大家都认为 不会再涨 因为新的能源 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 这也是对沙特 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2011年 三位沙特青年 被政府逮捕 因为他们制作了视频 试图向世界 展示沙特的贫困 多年来 外人对沙特的了解 始终有限 那么真实的沙特 到底是什么样子 没有宪法 而以古兰金 和穆罕默德的圣讯 作为国家执法 依据的沙特 又是如何治理社会 请继续收看 那如果现在要去到 利亚德的 利斯卡尔顿酒店 会发现 有很多很多 被拘捕的王子们 但是呢 和往年的生活 是不一样的了 现在他们住的 不是房间 不是豪华套房之类的 现在住的 就是他们的会议厅 那边只能打地铺 睡觉 那我们看这些王子们 还有就是 没有被抓的 这么多的王室的 这些成员们 他们的生活 到底怎么样了 王子啊 这个给大家的印象 都是非常奢华 太多这样的报道 真实的是 这个咱们也没去过 但是我真实知道的 一个故事 就是我欧洲 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呢 是某个国家 以前一个总统的 这个安保的 这个头 就是大内总管 在他还没退休之前 跟着总统 去过很多国家 特别 他们特别喜欢去沙特 去了沙特 为什么呢 晚上一到酒店 每个人的枕头边 都放着一个 劳力式金表 每次去都有 后来呢 最后呢 他的那些下属啊 其他的这些工作人员 就是代表堂的工作人员 就跑到这里来投诉 说是 能不能跟他们接待的 这个主管啊 说一说 不要再给我们 劳力式了 他说干嘛 能不能换成别的手 不要 用不上了 能给我们白伯爵表 也好啊 家里好几块劳力式了 后来他就去试着 沟通一下 晚上真的给他们 每人又发了一块伯爵表 就是说 你可以想象出这些 就是这些沙特这些丸子 有多么的阔气 说实在的 沙特的财富 是集中在王室手中 突然你说有了财富 可是如何花这些财富 管理这些财富 其实是很重要的能力也是 那你没有这个能力 那你就只有 在你的认知的范围内 就是土豪了 买钻石车 他们可以定制啊 用整个车子 用钻石镶嵌起来 但是我的感觉呢 就是中东 其实你在真正 深入到城市里 你并没有感觉 整个国家是这么富裕的 或者是是比较富裕的国家 你还是没有这样的感觉 对 你觉得普通人的生活 也并不是非常的富裕 整个世界的媒体 都有一个毛病 就是说报道的时候 它报道的角度不一样 什么地方最吸引你的眼球 它就从那个角度去给你报道 就是有冰冰 一说到沙特就冰冰 就是王子 就是多金 给人家的印象 每个人都很有钱 其实不是一样 我稍微看了一下 它的GDP 就人均GDP一年两万美金 跟美国差不多 但是它的财富大部分 集中在王子的手里 所以它有一定的穷 一定比例的穷人 差不多在12%左右的人 是在贫困线以下的 沙特他本身的国民 就是他的一些的工作 比方说比较辛苦的工作 比较脏累一点的工作 基本上都是输入的劳力 是输入的劳力来做 本国公民可能住稍微好一些的 就像我们讲的 可能白领工作 白领工作 引进的一些劳动力 可能印度 孟加拉国 什么这些地方来的 我听说他们过的 还是很惨的 90年代 就是可能住的地方 90年代已经有 也有中国人在那边 比方说麦当劳 这些连锁店 国际连锁店 基本上快餐店 是中国老物 输出在那里 而且都会说 要会说英语的 谈到这个沙特 除了王子 豪车 养到那些奇奇怪怪的宠物 还有就是 他们也可以取四个老婆 我跟很多中国的朋友 聊到这个 他们很激动 能取四个 跟我们以前一样 我们就差几十年 没赶上中华文化 这种辉煌灿烂的 可以娶很多老婆的年代 人家还可以 不是你想象的 那么简单 其实你可以 法律上 你可以娶四个老婆 而且他们也可以 男人离婚 也非常简单 只要一直修书 就可以把老婆 就是遣参回家了 90年代 我去沙特 还有那个印象 就是当时 商场里 看到这个 这个女人 是很多这样的现象 就一个男人 穿着长袍 后面跟着四个女人 然后女人又带着小孩子 所有的走路 必须是男人在前面 男人领着女人 男人先进商场 一切都是男人优先 当时我就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们那 这个一行人呢 是一个男生 四个女生 不是 六个女生 总共七个人 那我们去沙特 他就叮嘱我们 就是当地的朋友 就说 就是你 你说我们都习惯了 是吧 男生是跟他后面提包 帮大家扛行李 送行李的是吧 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女人呢 在前面嘻嘻哈哈的 逛商场啊 那后来就说 这个男生是其中一个 女生的老公吗 就说 你们走路记着 在这里逛商场 一切以男生在前面 他在前面 抬头 在这里的规矩是这样的 那好吧 那好吧 那我们就 我们六个人就跟后面 这个男生就到哪去 他在前面 总算做了一只大爷 这个 对对 然后他回来 一直开玩笑 哎呀 我在沙特 就感觉到 真的是 很威风啊 然后沙特的男人 都回头看他 因为他们最多 就是领四个吧 是吧 这个中国男人 好厉害啊 后面跟六个 我们要看沙特 这个社会的话 我们会看到 有很多的限制 法律的限制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个最高的宪法 就是古兰经 就是沙利亚法 是非常重要的 在那边地方 大家都要遵守 所以这种情况下 大家还是有乐子吗 还是开心吗 其实他们很严格 但是他们是外国人 如果你是外国人 使馆 他们是在他们的 这个区域里边 我在哪里 有个派对 什么 也会 这个跟外面的 是不一样的 但是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要非常注意 他这个去年 还发生一件事情 一个法国人 到这个沙特 他也是在 另外一个国家的高管 他到沙特度假 很开心 然后在那里 又高级的这些酒店啊 什么 他是在出租车上 和出租车司机 发生了一点争执 那他下车的时候呢 就离开的时候 他就做了个手势 就举起宗旨的手势 结果 这是亵渎罪 就是离开了 结果这个司机呢 就去法院告了他 告了他以后 他被抓起来以后 判刑 一年 一年是吧 在沙特的监狱 他们说那个监狱 是非常那个的 他要在里面待一年 哇 还是这样 沙特呢 他是 他的宗教是 穆斯林中的 这个叙尼派的一个 这个别之 叫瓦哈比派 瓦哈比派是 18世纪才出现 一开始是 比较小众的 但是随着 就是随着这个 他们有钱呢 杀得有钱之后 他投入大量的金钱 在全世界去传教 推广这个事情 所以他实力 现在越来越大 这个瓦哈比派 是比较 复古的 就比较保守 原教旨的那种 你看现在的 基本上 所有的恐怖组织 包括基地 基地组织 还有那个 RSRS伊斯兰国 他们全部是 瓦哈比派 你看所以说 围绕这个沙特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一波人 是拿着枪 跟着西方在打的 还有一波人呢 是拿着上盘 跟西方在一起 做生意的 一起赚钱的 所以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很多人 对这个伊斯兰国啊 什么斩首啊 这些现象 感觉非常不可思议 而且觉得 全世界会谴责他 全世界穆斯林 也一定会谴责他 其实不是的 伊斯兰国 他们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根据 古南经 根据瓦哈比的教义啊 他是能找到 有这个 那种依据 有依据的 他必须要这样做的 这些东西 就是他的法律 你比如说 有人做了一个对比 就是 伊斯兰国的法律 和这个 沙特的法律 对摩写罪的 这个定罪和谅刑 你比如说 偷东西 伊斯兰国是斩首 在沙特 他也是斩首 抢劫 在伊斯兰国 是 勘手勘脚 在这个 沙特 也是 勘手勘脚 沙特是 和美国之间 大家都知道的 以石油换安全 但是 现在 最近 这几年来 你看到 西方的声音 也出来了 就是 针对 批评 那现在 他的 萨特曼 他的改革 也是 希望 从这种 非常 强烈的 这种 原教育主义 转向 温和的 伊斯兰教 所以 也看到 中东 成了两根 主线 在进行 较量 萨拉曼王 除尚未以来 推出了一系列 改革措施 其中包括 从明年起 允许女性 进入本国体育场 观看比赛 允许女性 驾车等 这意味着 目前许多权力 并不对 沙特女性 开放 她们的生活状态 到底如何 而这些改革 是否能提高 她们的地位呢 请继续收看 这里有一张图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说 笑着说 这是一个厕所的 男女之别的 一个图案 但你看 这下面是男 男啊 真的好像是 男人 是这么一个打扮 然后我们看看 女的怎么打扮 哇 还这样子 非常的神秘 和我们常人看到的是 很不一样的 但是呢 确实 如果到中东地区 遇到别的地方 看到沙特的家庭 也就差不多就这样 对呀 所以我们看看 活在这么一个 长袍里面 只露眼睛 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 沙特的女人 是过得怎么样的 这个有点歧视的 意味在里面 一点点 一点点 笑的而已 其实你去这些欧洲那些 时尚中心啊 巴黎啊什么 那很多时尚秀 大的买家 都是阿拉伯人 而且这些阿拉伯的女人 他们有 他们女人和自己 在一起交往的时候 她有自己的圈子 她可以把衣服脱出来 展示你最漂亮的东西 对 只是她的法律 规定的很严 就是男女啊 就我觉得 总体来说 还是 女人的地位 稍微 不是那么高 而且她有 就很多场合 她男女是分开的 比如说 她一般都有 公共场合 一般有两个场合 一个就是 单身男人去的 另外呢 就是一个 家庭区域 她没有给 单身女人去的 你女人是不能 随便一个人出来的 你要有监护人 男人带的话 就不能出门 不能出门 而且你 作为一个女人 你想去念大学啊 想申请个护照 出国旅游啊 你都是要有 男性成年的监护人 签名同意才行的 而且他们国家 有个道德委员会 这道德委员会 像道德检察一样 警察一样的 道德会监视你 就像你 比如说你的那个朋友 中国男性朋友 带着六个女性 在这个街上走路 男的要走在前面 如果男的走后面 道德警察会来 干涉你 所以虽然说 他们可能在一些 特殊的场合 女人还可以 自由穿着 还可以展示一下 自己的身材 或者自己一些品位 这些 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呢 一出门 就是非常的统一了 好像就是失去了一个 面对这个世界的机会了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地位 稍微低一点的问题 对 不是一般的低 我认为它是传统上 因为本身它的这个国家 特别是沙特 它在这个和阿联酋 还不一样一些 它是非常保守的一个国家 这些年来 也有中国的姑娘 嫁到 因为他们有留学生啊 来往来中国 娶了中国姑娘过去的 他们结婚以后 一般中东人可能比较随便的 他碰巧他这个男朋友 还是一个非常顾家 就很爱他 然后两个人非常相爱的 所以呢 就是属于特例 比较好的了 但就是这样 他说他先生丈夫去上班 他们一到了这个沙特 所有的他 以及以后他有小孩的证件 护照 所有的能够知道的证件等等 全部是由老公保管 老公每天放在一个公文箱里面 然后他去上班呢 这个公文箱就带走 下班呢 再带回来 是 他就 作为这个中国姑娘 他就觉得 你每天这样带来带去 多累啊 是吧 就放在家里嘛 这都 哎不行 一定要带去 他说这个我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 这个男人说 这个 如果我哪一天下班回来 你和小孩子都不见了呢 这个 这个他们是看得很 很重 另外一个 那他老公几个老婆呢 就他一个 哦 你以为呢 他只娶一个 他娶不起啊 因为娶 他 他说 他等到到了沙特才知道 这个你以为他们这个男子结婚很容易的吗 他的同学啊 中学同学啊 高中同学啊 很多同学 大学同学 都是单身 去不起 如果是嫁入了一个沙特的家庭 或者是自己本身就是沙特的女孩子 那么这个生活会怎么样的 比如说也是 也是会严格的要求 就是十个都是穿这个黑袍吗 那必须的 对 然后呢 这个行为上面 生活的那些 但是 我了解到 真正沙特人 他们是中东人 他就说 其实在沙特呢 他还有一种文化 只是大家难以启齿 就是女孩子要穿这个黑长袍 丈夫要求你一定要穿上 特别是这个脸都要包好 然后他们说也是一种安全的考虑 就是说延续下来的 就是说 那边 不是 他有一种文化是强奸文化 就是说 很容易发生强奸这件事情 而且对男人的这个判刑 是很低很轻的 好像是 很轻的 所以它造成了呢 就是你容易发生这种强奸 强奸案 所以要把这个整个的身体包起来 就是不要把你女性最美的地方 或者是女性的美展示给男人 让人看起来一样 你就没念想了 就完了 但是说实话了 我也自己也是去过了中东地区 然后我发现 就是周围有就是女的 在这边就是 你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看到她吃饭的时候 看完就拉开 然后就 你都很好奇看过去 她脸到底长得怎么样了 她就抬高了一个好奇感 然后人家更加想要 注重她的 这倒不是 就是我会发现 那时候90年代 我就有一个不理解 就是我很疑惑地看着他们 照相在植物园 她造什么呢 什么都包起来的 而且没有 就是两个眼睛露在外面嘛 不是吗 那怎么能照了照片 怎么能分出谁是谁呢 当时有这个疑问 但是呢 实际上还是开始有一些变化了 我们那个国王萨勒曼已经是解除了 或者是打算解除了很多这种禁令 让女权的女人的这个地位稍微抬高一点点 包括呢 从明年六月起的时候呢 就会允许女人驾车 所以又慢慢有一些进步了 你们怎么看这种变化了 我觉得比较难 就是说可以拉开一个小的窗口 但是要做大的改变 真的很难 因为这种世俗的习惯 可能是几代的 几代的 那我倒不一样的想法 OK 我觉得这种改变会加快 在未来的速度也会加快 为什么 因为互联网的到来 使得人们的沟通 即使在家里也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 这对每个人的冲击是很大的 OK 对每个人的冲击是很大的 当 我这个在沙特的这个朋友 就是说他们也翻墙了 翻墙去看外面的世界 就是他规定了 你不可以看什么什么 所以已经看了很多 没有马赛克的女人 他也 就是说 因为互联网这个东西 全球化这个东西 使得世界上 很难有一种文化 完全孤立地把自己放在那里 确实 我觉得这种变化了 应该是学球性的 就是先让一步 然后呢 再更加了解 更加享受一些新的东西 他肯定会对这个 有更加的一个渴望 然后呢 我觉得整个社会的变化 就是从这样开始了 我们千万不要 不要说革命这个事情